大家好,本期我们分享的是曹营第一大将,在名将辈出的三国时期,夏侯敦并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战绩,甚至还有被俘虏的不佳记录,为何会成为最受曹操以重的曹魏第一大将? 仅从战绩来看,夏侯敦在三国的名将中似乎并不瞩目,他最著名的事迹当属三国演义所杜撰的拔屎弹金,以及正史所载的被吕布部将挟持为人质事件,很多人便会据此认为夏侯敦只是一位有勇无谋的莽夫,但在正史中夏侯敦则是曹操手下的第一大将,绝非肉票将军或独木将军这类片面评价可以概括, 他的这一地位在当时也从未有人质疑,仅从以下记录中便可看出曹操对他的义重和信任 公元190年,关东各路诸侯建立陶董联军,曹操成为奋武将军,夏侯敦就是他麾下的司马,这个地位是高于曹仁和夏侯渊的别部司马之职,并随曹操一同前往扬州募兵 公元193年,曹操征讨徐州的陶谦时,命夏侯敦镇守后方,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进行官渡之战时,让担任河南引的夏侯敦镇守后方 公元216年,曹操征讨孙权归来后,命夏侯敦都26军负责防卫孙权 此外,夏侯敦可与曹操同车出行,并有自由出入曹操卧室的特权,更是曹操部下中唯一领受东汉官职前将军的人者 这样的恩宠在曹魏诸将中无人可比,曹丕也将他分为大将军,正是对其最高地位的肯定 我们知道,战功并非评价历史人物地位高低的唯一依据,以我们熟知的共和国十大元帅而论,彭德怀和林彪的战绩显然要高于朱德 但是朱德却领衔十大元帅之首,并被印在旧版一百元人民币上,其历史地位显然高于彭林二人 原因无他,正因为朱德是解放军、共和国以及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有着无人能及的资历和威望 长期以来军是统帅军队的二号人物,其功绩远非几场战斗可比 夏侯敦成为曹魏第一大将的原因,正与朱德高居十大元帅之首的原因十分相似 他是曹魏政权和曹魏军队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 夏侯敦在曹魏政权中的地位,也可以与朱德在共和国的地位相比 总体来说,夏侯敦能成为第一大将的原因包括 在曹魏诸将中,资历最老,与曹操的关系最为亲密 夏侯敦本人是曹操的从兄弟 夏侯市和曹市的军队则堪称曹操的嫡系部队 与其他军队有着本质区别 因此,三国制裁和将夏侯敦、夏侯渊、曹仁、曹洪等将领 单独归类至朱夏侯曹传部分 而夏侯敦的传记序列也位列所有人之首 作为夏侯市的族长 夏侯敦的地位也高于战功更多的夏侯渊 以至于在介绍夏侯渊时还要加一句敦足地业 夏侯敦是曹魏军队的缔造者之一 他一生统军,为巩固后方起到了重要作用 曹操为讨伐董卓起兵时 与夏侯敦一起前往扬州募兵 此时,曹操南征北战的过程中 夏侯敦始终是他最信赖的人 当曹操在前线统兵作战时 夏侯敦则长期负责守护后方的重任 这足以证明他在内政和后勤方面的才能 此外,夏侯敦甚至还曾卓有成效地 主持了经济建设工作 在曹操的三个主要用兵方向 扬州、关州和荆州中 以扬州方向任务最为重要 负责管理这一方向的恰恰是夏侯敦 他的工作好坏 直接关系到曹操大军在前线的物资供给 在非战时,则需要为日后可能爆发的战争 储备充沛的后勤物资 曹操一系列外战的背后 都是夏侯敦的鼎力支持 此外,在至关重要的关渡之战中 身为河南引的夏侯敦虽然没有参加 但仍然完成了防备关中诸侯 巩固后方的重要任务 我们甚至可以推测 夏侯敦对关渡之战胜利的贡献 并不会亚于留守许多的巡狱 夏侯敦对曹操十分忠诚 且有尊师重道 清廉不贪和乐善好施的优秀品质 夏侯敦的一号中侯 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他的忠心 他虽然常年身居高位 但为人简朴 毫无贪欲 有了钱财就分给他人 这样的品质 想必也是得到曹操重视的原因之一 夏侯敦没有本事 是不可能为曹操为财视举的 至于战功不足和被俘虏的黑历史 也并不会对夏侯敦 在曹操政权中的地位 产生太多负面影响 在夏侯敦已经一目失明的情况下 作为他的领导 曹操想必也不会愿意 让自己信任的心腹 冒着再下一目的风险 去领兵冲锋陷阵 从夏侯敦所得到的封赏 以及曹操为财视举的风格来看 一个平庸之辈是绝不可能受到曹操如此信赖的 他的功绩虽然不显露 但对曹操政权的意义同样重大 最后 和末道三国时代的名将被俘之事本就常见 关于吕布 太史词 张辽 张和 黄中 庞德 江伟等人都曾当过俘虏 其中一些人在被俘之后 甚至还投转阵营 总之夏侯敦的历史功绩与他的历史评价 应该说是大致相符的